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板塊輪動周而復始 個股投資近代加音 大家好 歡迎收看ACY證券基因市場分析 我是你們的分析師Peter 在股市投資中經常會提到一個詞 板塊輪動 板塊輪動是指在不同的經濟環境下 11大板塊價格呈現週期性的輪動現象 例如在經濟增長的環境下 金融等週期股表現得更為出色 而當經濟發生衰退 便是防禦股表現得更為優異 因此對於各股投資者而言 把握輪動週期選好入場時機非常關鍵 金融市場中最經典的長線板塊輪動分析 是美林時中理論 通過通脹的漲跌以及經濟的好壞 將股市分成四個部分進行輪動 不過美林時中的長線屬性 並不適合中短線的股民 股市板塊中的中短線輪動更為複雜 因為它看的是市場對未來通脹 和經濟的預期變化 從今年的股市表現來看 4月份之前 通脹與經濟預期同時上升 在這個階段當中 週期板塊的表現要優於成長板塊 4月之後 通脹預期進一步上揚 但經濟預期卻下滑 週期板塊的表現便持續惡化 尤其是在6月份開始 材料和能源股遭受到重創 所有板塊乘同比例下跌 直到7月中旬 通脹預期見頂 經濟預期維持下滑 成長板塊開始反超表現最佳 包括澳洲在內的股票市場 進入了中短線的牛市 考慮到之前市場對於通脹的過度看漲 通常預期在未來短時間內仍將維持 震盪下滑的趨勢 要判斷目前板塊的輪動 就需要了解市場對於經濟預期 是否發生的轉變 通過汽油現貨和原油期貨價格的走勢 可以觀察市場對於未來經濟的判斷 在過去兩個月中 更加接近需求端的汽油價格下滑了20% 而原油期貨價格下跌近30% 排除供給端的因素 單從需求面來看 經濟下滑已經對油價 展示了實際的影響 美國原油裂解下差 近一個月來持續下滑 同時EIA原油庫存連續超過預期 說明不敢是實際還是預期經濟 仍處在下滑的階段 在這種條件下 就業市場很有可能即將受到負面影響 周期板塊仍會承受一定的壓力 而成長板塊整體表現更為優異 不過就澳洲市場來看 考慮到財報界以及估值的影響 短線仍有利多反彈的動力 BHP作為澳洲最大市值的材料股 其市盈率目前是遠低於行業的平均值 明日早盤即將發布年報 目前市場對於財報數據普遍看好 即便存在全球衰退的風險 但短時間內的確存在利空出盡的看漲動能 從BHP日線圖來看 線價正處在長線趨勢線和水平線支撐位置 考慮到美元已經開始回落 股價的確存在見底的可能 短線價格正處在36-39.5的前低點震盪區域 存在突破後跟隨做多的機會 需要關注明日財報發布後股價的走勢 如果能夠站上40的關口 便釋放了短線多單入場的信號 從長線來看 OBV能量潮指標水平震盪 還沒有出現上漲的趨勢 考慮到計劃收購OZ Minerals的利空影響 投資者還是可以等待派息後股價回調結束 再行入場多單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關注數據 美國方面有8月份紐約聯儲製造業指數 NAHB房產市場指數 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感謝大家的收看 幸好 謝謝大家 周圍 我們下集完 Voortering 我們下集完 萬一 8月 我們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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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完